第三十一集 我把装人皮糖卡的木箱放在桌子上 让马儿坐到九叔的对面 自己去拿了一盏油灯 根据殷商记载 但凡是在十殿阎王图下 许下的承诺 都必须遵守 否则会有可怕的后果 后果是什么 记载中没有 但是我相信 能从祖师传到我这一代的鹦鹉 绝对好用 按照秘籍中的记载 我把雅间的门关上 窗帘桌下 然后将电灯关掉 我用打火机点燃了油灯 放在了桌子中央 油灯的光一闪一束 有些昏暗地照在了九叔和马儿的脸上 十分诡异 我把油灯推到墙根下 按照画面 十殿阎王面目威严 他们的眼神 仿佛透过画 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心里颤了一下 手里有汗一出 按照秘籍里的记载 我开口念叨 一殿秦广王 二殿楚奸王 三殿宋帝王 四殿五官王 五殿阎楼王 六殿汴城王 七殿泰山王 八殿都市王 九殿平等王 十殿转伦王 十殿阎王在上 殷商第21代弟子林玄 请您屈尊降临作证 我画音刚落 油灯的火光 跳向远离 十殿阎王图的方向 我对着 十殿阎王图的脸颊 感到了一阵 冰凉的风浮光 屋子里门窗都关了 墙边 哪来的风呢 我咽了一下口水 这风只可能是 从画中吹来的 一个可怕的想法 在我心中浮现 难道这幅画 真是连接着阴曹地府 再看十殿阎王图 不知是不是 火光闪烁的关系 画中的景象有些模糊 恍惚间 我看到站在最前面的 秦广王 眨了一下眼睛 我打了个哆嗦 急忙收回自己的目光 我这才发现 马儿一脸煞白 额头上都是冷汗 他眼神闪躲 不敢侧身 去看的十殿阎王图 我敢肯定 他已在图中 看到了诡异的画面 反倒是九叔 盯着十殿阎王图 看个不停 他脸上凝重的表情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跟马儿说 你把刚刚答应 我的条件 再说一遍 马儿身子颤抖了一下 他额头上的汗珠 顺着鼻梁鼓流了下来 他害怕了 他不敢说 这家伙刚刚明显 说了假话 我毫不犹豫地 把头转向了九叔 把人皮堂卡 把人皮堂卡烧了吧 李老板 等一下 马儿着急了 一把抱住 装着人皮堂卡的木箱 我说 我说 我冷眼看着马儿 他只要敢耍滑头 人皮堂卡 我定是要烧了 马儿伸出三指对着天 马儿启示 只要林老板 帮我对付大师兄 写成之后 将人皮堂卡 交由林老板处置 我插了一句嘴 是现在木箱里的这件 就好像写天条 借多少还多少 你得写得明明白白 万一马儿把别人的人皮堂卡 交给我 算不算违约 马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是是是 是木箱里这件 除此之外 我会继续假扮一国父 直到帮林老板 找到他父亲的渗源 马儿将启示的手放下 油灯里的火光 忽然熄灭了 屋子里陷入了一片漆黑 这算是事成了 如果马儿违背 我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 但我知道 一定不会是好下场 我起身将灯打开 马儿仍旧是汗流不止 林老板 我都已经起事了 你要怎么帮我 马儿少说了一句 用我的鹦鹉要付钱 不过 他已经吓成那样了 我是不信他敢耍花招的 你等一会儿 我去哪样东西 我去了储藏室 从古董架上 取下了一件鹦鹉 那是一根 绣迹斑斑的铜条 是青铜丝 当我把这根青铜条 放在马儿面前时 他一脸迷茫 林老板 这是做什么 九叔把青铜丝 拿到手中拨弄了两下 春秋使得青铜气 九叔不愧是 骑鲁银行的扛把子 当真是 见多识广 这根青铜丝 的确是 颤子春秋时期 这是道拓的东西 马儿问我 什么是道拓 我跟他解释 道拓原名展熊 畸形 展士 明拓 又名柳夏拓 柳展熊 他是有着坐怀不乱 美名的柳夏慧的亲弟弟 成语 道义有道中的道字 指的便是道拓 关于道拓 有两种说法 一说他是小偷 二说他是太监 但道拓 的确是 史书上有记载的 华夏第一个小偷 也就是说 他是华夏小偷的祖师爷 之前说过 算上阴伤的秘法 阴物分为三种 藏鬼 生灵 和助鬼 大多数的阴物 则属于藏鬼一类 也就是 人死后 有魂魄附在上面 而这青铜丝 则属于生灵一类 是在古墓中 吸收阴气 有了自己的灵 表哥留下的介绍中 一个盗墓贼 大水冲了龙王庙 盗了盗拓的墓 这种欺失灭祖的行为 吓坏了盗墓贼 他急忙把偷来的东西放回去 重新封关盖土 还请道士做法了三天 等一切都结束了 盗墓贼却发现 有一根青铜丝 遗忘在他的口袋里 总不能再开一次 祖师爷的关吧 盗墓贼无奈之下 找到了表哥 将青铜丝卖 这根青铜丝 从春秋时代待到现在 已经经历过了两千年 在墓里吸收了 阴气久了 就变成了阴雾 这根阴雾的效果很简单 能开天下锁 副作用也很简单 只能使用一次 帮了马二 这件青铜丝就毁了 听我介绍完 马二有些犹豫 李老板 放军援 是用的电子锁 连个锁眼都没有 这东西能管用吗 说实话 我心里也不知道 但既然表哥说 能开天下锁 我信这便是 试一试 若是不行 我们再想其他的法子 马二说行 试试 林老板 这东西 只能用一次 若是成了 我马二肯定会掏钱 您开个价吧 马二让我开价 我当然不会客气 这家伙害我 沾上了因果 虽然不严重 但是我心里 总归是有火气的 若不吭他一下 实在是说不过去 表哥收青铜丝时 给了盗墓贼六千块 六万 我直接喊了 十倍的价格 若是马二砍价 也给他降个 三千五千 意思意思 好 六万 我这就转给林老板 马二掏出手机 很快就把钱转了过来 这么痛快 九叔的眼睛 含笑地看着我 脸上的表情 是似笑肥笑 似乎是在嘲笑我 把东西卖便宜了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做银行生意 讲究的是信誉 我可不像球员那样 因为出尔反尔被人报复 马二问我什么时候动手 我说明天夜里 商谈了几句明天行动的细节 马二起身告退 他要回去准备一下 我让他把人皮弹卡 也带回去 马二走后 九叔也起身告辞 临走前 他让我再考虑考虑 鬼气的事情 小璇 这可是双赢的事情 对你有好处的 我不信九叔的话 也不好当面回去 九叔 要不这样 咱俩也别牵什么鬼气了 就在我的茶楼里立个试 我指着 是在人字雅间的 十殿阎王图下立誓 看过马二立誓的场景 我觉得无论九叔 心里打什么小九九 也得收敛收敛 行啊 我脸皮一僵 差点咬到舌头 九叔 他答应了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本来以为 他会找个理由回去呢 这下轮到我无语了 只好 候着脸皮拒绝 九叔 你看明天 我还要帮马二对付他师兄 让我再想想 再想想 九叔也不恼 说了句好好想 静止离开了 回到茶楼 我把九叔的事情 先抛到了脑后 掏出手机 给义国府的秘书小少 打去了电话 小少 今天的事情 没传出去吧 我心中放松了一下 这事 只要没传出去 就有操作的可能 我跟小少说 对于义国府侄子和齐总 被扒皮的事 我有了新的发现 需要验证一下 明天晚上 我想留在公司里转转 毕竟鬼是毅力 才会现身嘛 这话有点糊弄人 其中就是大白天 被剥了皮 好在小少不懂行 一听我有所发现 十分高兴 我让小少放心 一定想办法 将这事查得水落石出 挂电话前 我叮嘱他 我明晚留在公司的事情 先不要告诉义国府 义董事工作忙碌 就先别打扰他了 等调查清楚 我再跟他说不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明晚能不能成功 就要看表哥 给我留下的青铜丝 是不是真如介绍上 那般神奇 第二天下午临近黄昏的时候 小少开车来接我 我把青铜丝装好 还拿了驱邪的手电筒 假扮义国府的牛大 银行的本事比马尔还厉害 我不得不防 进了公司 大部分员工都已经下班 办公楼里十分安静 小少给我了一个员工的胸牌 胸牌特别别致 是金色的 我记得其他员工的胸牌 都是白色的 我说了声谢谢 小少又问我 林老板 晚上您一个人在这里可以吗 要不要我留下来陪您 留下来陪我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小少胸口的浑源曲线 使劲咽了咽口水 这深更半夜 孤男寡女 怎么看都是一场艳雨 我真想答应下来 奈何今晚真的不行 我只能忍痛拒绝 晚上可能会遇到事情 小少 你还是不要留下来了 我故意将遇到事情 四个字语气加重 小少或许是想到了 其总的残样 脸色有些发白 林老板您小心 有什么需要的 您给我打电话 我说了句好 小少头也不回 急匆匆地走掉了 因为下班的缘故 办公楼走廊内的灯 是灭掉的 只有楼梯间 还有两盏应急灯亮着 我坐在楼梯上 无聊地玩着手机 我昨日和约定 马二代这儿见面 他还没来 过了大概半个钟头 走廊里忽然有动静响起 像是什么尖锐的东西 正在敲打地面 这声音越来越近 也越来越响 在原本安静的办公楼中 格外的刺耳 我把手机屏息 藏到墙角 手伸进骨兜里 握住了手电 我的手心有汗一出 这明显不是马二的脚步声 大 大 声音越来越近了 我把一只眼睛 探出墙角 入眼 是一双高跟鞋 我稍稍松了一口气 是女人 说不定是小少回来找我了 我正准备开口打招呼 忽然看到这个女人的半边脸 这个女人的脸有些微胖 还是原下巴 不是小少 谁 我急忙打出手电 按下了开关 啪的一声 手电的按钮发出了一声脆响 紧接着一个光柱照射了过去 借着手电的强光 我看清了来人的脸 是齐总 我惊出一身冷汗 莫不成齐总惨死 化成厉鬼回来了 被手电筒一照 齐总猛地捂住了脸 林老板 快停手 是我 齐总的嘴巴里响起了是个男生 这声音听着挺耳熟 是马儿 我关掉手电 齐总走上前来 一脸的痛苦 林老板 你要杀了我吗 我这才发现 齐总的两只手背上 黑漆漆的一片 像是被烤焦了一样 幸好我反应快 要是脸上再被照一会儿 这皮就不能用了 齐总的人皮 是被人皮唐卡撕下来的 带着阴气和邪静 手电筒自然能够伤到他 我十分惊喜 这手电筒还真厉害 我打量着身前的人 长相和齐总一模一样 若不是马儿用自己的声音 我还真分辨不出这是假扮的 我问马儿 你怎么这装吗 储藏室在厂房 晚上有值班人员 我若不完成齐总 怎么混进去 说的也对 我有胸盘 哪都能去 但是马儿不劈上齐总的人皮 怕是还没有进厂房 就被安保给拦下了 马儿真正劈上了人皮 我才能了解皮匠的本事 到底有多厉害 齐总是个女人 比马儿要矮上十几公分 马儿是怎么把自己塞到这张皮的 难不成他会缩骨术 若是假扮的人比皮匠高 那可咋成 这是皮匠的秘密 我当然不会傻乎乎的去问 我低头看了一眼时间 思考几点钟才开始行动 两个小时后 会有一批工人下班 人少好行动 我们等一会儿再进去 马儿还真是做足了功课 东辽西扯得熬过了两个小时 我和马儿离开了办公楼 来到了厂房 坐在厂房门口打瞌睡的保安 看到我旁边的马儿 立马打了个机灵 站起了身来 齐总 您不是出差去了吗 我心中一颤 刚刚马儿一直用自己的声音和我聊天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模仿女人的声音 若是不会 他一开口肯定就要露馅 不说话更是容易被怀疑 马儿看着保安 张开了嘴 我有事回了一趟 第三十二集 我惊了 从马儿嘴里吐出来的 分明是女声 我没和齐总说过话 却听他打过电话 声音一模一样 保安点头哈腰 马儿摆了摆手 你忙你的 这是董事长请来的林老板 我带他进厂房逛逛 我跟着马儿进了厂房 有不少员工对齐总塔招呼 马儿都给骗了过去 我们两个静着来到储藏室 或许 对自家安保系统的自信 储存室周围没有一个保安 甚至连员工都没有 储存室的大门 是一对钢门 门的中央 是有一块巴掌大的液晶屏 液晶屏上有两个红外摄像头 我和马儿一靠近 摄像头便开始了工作 我们两人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屏幕中的我们 头顶上有一行小字 识别错误 不愧是最新的科技 皮匠假扮的人 人眼分辨不出真假 却逃不过机器的识别 林老板 看你的了 我从兜里逃出青铜丝 门上没有锁眼 我也不知道该把它放那 干脆把青铜丝贴在了屏幕上 过了大概有半分钟 屏幕上仍旧显示 识别错误 我和马儿对视一眼 看到他眼里的紧张 林老板 你这东西 该不会没用吧 我有些尴尬 钱都收了 要是鹦鹉没用 那岂不成骗子了 我再试试 我把青铜丝从屏幕上拿开 准备换个位置放 这时 青铜丝在我手指里跳了一下 啪的一声 很轻微的声音 传到了我的耳中 我把手拿开 发现青铜丝断成了两截 我又没用力捏它 怎么就断了呢 林老板 快看 我抬起头 门上屏幕中的人脸 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雪花 咖的一声 锁开了 钢门向两边移动 储存室的灯 闪了两下全亮了 这青铜丝真的有用 马二一脸激动 对我伸出了大拇指 林老板 好本事 我善善地笑了笑 其实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过 青铜丝已经断了 想要再用一次 是不可能了 咱俩赶紧进去 拿了东西就走 我们两个建了储存室 屋子里的冷气开得十足 跟冰柜似的 冻得我直打哆嗦 储存室很大 有三四十个玻璃柜 陈列着几百件产品 我问马二 装病菌圆珠的是个什么容器 我也不清楚 我调查到的消息 病菌是以M开头的 我们找找 我们顺着柜子 一个个的查看标签 有的产品标签写的是中文 有的写的是日文 有的是俄文 西班牙文的 看得我是一阵头大 不过没有其他办法 我只能硬着头皮往下找 好在商天眷顾 才不到五分钟 马二就找到了 在这儿 我急忙走过去 马二面前的玻璃柜中 有一个单独密封玻璃瓶 我低头看标签 的确是M开头的 而且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标注送往欧洲某实验室的时间 上面的时间 就是今天 我想起来了 齐总死前曾经说过 今天有个国际客户来 就是他了 瓶子里装的肯定是病菌圆珠 因为义国父侄子和齐总的死 储存室的门打不开 才没有被取走 玻璃柜上了锁 青铜丝已经不能用了 怎么把瓶子取出来 我往四周看 发现墙壁上挂有灭火器 砸开 我往墙边走 准备将灭火器取下 谁知这时 储存室的大门忽然关闭了 我吓了一跳 这要是被困在了储存室里 等人来救我和马二 怕是已经冻成冰棍了 马二也被吓到了 脸上露出了害怕的表情 我赶紧跑到门前 查看情况 门上有应急开门的把手 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没事 应该是门开得太久 屋内温度上升 触发了警报了 我把灭火器取下 来到了玻璃柜前 就在我准备动手时 我的胳膊却被抓住了 你拦我干嘛 林老板 你说什么 我侧头一看 马二两只手都摁在玻璃柜上 是谁抓我的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急忙回头 只见两个空空的眼眶 正在望着我 这是一个人 准确来说 是一张人皮 这张人皮里没人 它被空气冲得鼓鼓囊囊 站在我面前好似真人 人皮已经发黑 不知有多久的历史 它全身上下都画着彩绘 其中胸口位置 会有一个头顶金冠 脸有三目 身长四臂的神像 人皮堂卡 储存室里 怎会突然冒出一张 人皮堂卡来 我首先怀疑的是马二 可当我看到他脸上 也露出惊恐的表情时 明白并不是他在作怪 这是他的师兄 牛大的人皮堂卡 林老板小心 马二出声提醒我 我下意识地将手中的灭火器 砸向了人皮堂卡 灭火器砸中 人皮堂卡的头扁了下去 身子却是颤都没颤 我手腕感觉到一股大力 两只脚离开了地面 我被人皮堂卡扔了出去 别看人皮堂卡就一张人皮 力气大的出奇 算上手上的灭火器 我少说也有一百六七十斤重 可人皮堂卡只是一甩 就把我扔出了两米远 还好我是落地上了 没砸在玻璃柜上 否则全身插满了玻璃茶子 就变成刺猬了 摔的这一下 我全身没个不疼的地方 好在没把我摔傻了 反而把我摔清醒了 一国父侄子和齐董被杀 人皮还不见了 牛大再傻也能遇唠掉这事 和马儿脱不了干系 之前两人干过一家 牛大以为马儿死了 才被蒙骗 委托我来调查 现在估计是想明白了 还把人皮堂卡放进储藏室 防着马儿来偷东西 可牛大自己也通不过保安系统识别 他是怎么把人皮堂卡给弄进来的 有冷风从天花板上吹下了 呼呼地扫着我的脸 我抬头一看 天花板的风口炸了 有两指宽的缝隙 这点缝隙 人是肯定钻不进来的 不过人皮却能轻而易举地进来 林老板快用手电筒 马儿这么一提醒 我才想起来 我是有备而来的 我急忙从兜里掏出手电筒 对准人皮堂卡 打开了开关 然而手电筒并没有像之前那样 射出一道明亮的光 难道坏了 我急忙把手电筒倒过来 白光晃住了我的眼 这不是亮着的吗 怎么没用 我抬头一看 立马明白了 储存室的屋顶上 全是高流明亮度的LED灯泡 把屋子里照得跟白天似的 手电筒这点光就被盖住了 人皮堂卡已经冲着我走了过来 我着急地向马儿喊 你的堂卡呢 既然失出同门 牛大能做到的 马儿应该也可以做到 况且我亲眼见过他的人皮堂卡 将齐总的人皮剥下 马儿急忙把外套脱下 我这才发现 他的外套中另有千秋 人皮堂卡就紧贴着外套的内侧 马儿把人皮堂卡从外套里撕下 嘴里不知念着什么咒语 两条胳膊用力一甩 人皮堂卡好似充气娃娃一般 立即就膨胀了起来 去 马儿轻和一声 他的人皮堂卡飞奔着 扑向牛大的人皮堂卡 这两张人皮堂卡在我面前 牛倒起来 他们像两条蛇互相纠缠在一起 似乎是想将对面勒断 我正看得入神 马儿提醒道 林老板 还想办法 我撑不住多久的 同样是人皮堂卡 很明显牛大的人皮堂卡 更占上风一些 说的也对 若是马儿的人皮堂卡更厉害 之前又怎么差点被师兄杀死 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 得快些想到办法 我看到了马儿手背上的焦黑 有了主意 手电筒肯定对付了人皮堂卡 但得先解决掉屋子里的灯光 我把丢在地上的灭火器捡了起来 交给马儿手上 你去把这东西取出来 我去找电闸 马儿拿着灭火器回到了柜台前 举起手 用力地砸下 哐的一声 柜台声特别响 却偏偏没有听到玻璃碎掉的声音 我看了一眼 玻璃柜上只出现了一丝裂缝 刚化玻璃 此刻的马儿像极了闯进金店 想抢金子 却砸不开保险柜的尴尬小贼 他傻了眼 抬头看下我 我张口骂他 别愣着呀 继续砸 既然能砸出裂缝 砸的次数多了 自然也就能砸开 马儿又开始挥舞灭火器 我则是四处打量 找控制屋内灯光的开关或者电闸 可瞅了一圈 四面墙壁都是光溜溜的 开关和电闸都没有 我使劲揪了一下头发 现在咋办是好 总不能让我把灯泡一个个拧下来吧 怎么办 怎么办 忽然间 我脑海里灵光一闪 齐总被杀后 牛大假扮义国父 询问小保安的惊醒 在我的脑海里闪过 有办法了 马儿既然能用义国父侄子的身份 欺骗保安 自然也能用齐总的身份再来一次 我急忙跑到马儿身边 你知不知道 厂房保安处的电话 记得都存在手机里 太好了 你赶紧用齐总的身份 给保安室打电话 马儿不傻 立马理解了我的意图 我们来时 保安见过齐总 若是齐总这时给他打电话 他自然是深信不疑 好 好 我这就打 我把灭火器抢过来 继续砸柜台 慌 慌 砸了两下 灭火器把我手掌虎口震得生疼 我真想骂娘 这玻璃也忒结实了吧 马儿的电话打通了 他用齐总的声音下命令 你现在赶紧去把储存室内的灯关掉 电话那边的保安 不知说了什么 马儿的语气 立马严厉了起来 别管什么规章流程 我只是让你关灯 又不是断电 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现在立马给我去办 三分钟内 灯若是关不了 你今晚就卷铺盖滚蛋 此时的马儿 哪里像公司女总 活脱脱的一个泼妇 不过这一骂 还挺有用的 我都听到保安害怕的声音了 启徒 您别生气 我这就见 挂了电话 马儿跑去墙边 又拿起了一个灭火器 我们两个人像是街边 砸滋吧的小贩 一人一下地用力砸 我手里的灭火器 是十公斤装的 抡十几下后 手臂一点力气都没了 玻璃柜上 只砸开了不到 掌心大的窟窿 我试了一下 书根本伸不进去 让我来 马儿五根手指捏在一起 插进窟窿里 我刚刚试过了 掌骨会卡在窟窿上 我正准备提醒他 却见马儿的手 毫无阻拦地伸了进去 我惊动 马儿伸进柜台的手 明显比伸进前小一号 搜骨弓 看来马儿假扮其总消失的身高 的确是搜骨弓的功劳 马儿轻而易举地 将装着并军圆珠的玻璃瓶取出 装进了兜里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东西已经到手了 算是一个好的开头 可就在这时 一声刺耳的刺拉声 传入了我的耳中 我寻声看去 马儿和牛大的人皮堂卡 已经分出了胜负 一张人皮堂卡 被从胸口撕碎 胸口的绿肤斧 拦腰撕裂 是马儿的人皮堂卡 马儿的人皮堂卡被撕碎后 化成一张张绵绵的皮 平扑在地上 而牛儿的人皮堂卡 却仍旧咕咕囊囊 脸上一对洞孔 死死地盯着我 东西已经到手了 这个时候最好的打算 就是跑出去 储存室的屋门 虽然已经关闭 但却有应急开关 只要用力一掰 就可以把门打开 可不知人皮堂卡 是有意还是无意 刚好挡在我们 跑去屋门的路上 如果我们硬着头皮 跑过去 肯定会死得很惨 以人皮堂卡 能把我扔两米远的力气 扭断我的脖子 十分轻松 马儿叫马道 保安怎么还没把灯关掉 人皮堂卡 一步步向着我们走来 他身上彩绘的仙神 一个个撕着牙 咧着嘴 仿佛在嘲笑我们 周围都是玻璃柜 躲都没地方躲 我和马儿 只能一步步往后退 退了十几步 我的后背碰到了东西 刺骨冰凉 我退到了墙边 退不动了 人皮堂卡 还在向我们两个走来 不出几秒 就会抓住我们两个 不知道他会先对付马儿 还是先拿我下手 我攥紧拳头 手心里都是汗 我微微攻下身子 等人皮堂卡扑来的时候 就往旁边跑 这就像是小时候玩的抓鬼游戏 被抓住 就完蛋了 人皮堂卡走着走着 忽然跑了起来 我心中意紧 急忙向着右边跑去 我耳边是呼呼的风声 就我这跑步的速度 拿去跑百米 绝对能破十一秒 我一直奔到屋门前 正准备掰开门上的应急开关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马儿的惨叫声 我回头一看 人皮堂卡一手抓住马儿的腋下 一手抓着马儿的腿 把他高高地举过头顶 这个情景 我在武侠片中见过 大力士就是这样把人举起来 往膝盖上一摔 人就嗝屁了 林老板救我 我犹豫了一下 不就不行 病军圆珠还在马儿的口袋里 就算我自己跑了 牛大的阴谋依旧会得逞 我从地上抄起灭火器 向着人皮堂卡 就冲了过去 第三十三集 我的想法很简单 学美式橄榄球运动员撞人的姿势 用灭火器 把人皮堂卡顶开 马儿自然就得救了 人皮堂卡力气虽大 可毕竟只是一张皮 有没有一斤重量都不好说 我多用点力气 应该能顶得开 可还没等我冲到人皮堂卡的面前 人皮堂卡忽然有了动作 他没有像武侠剧里的那样 把马儿往自己的膝盖上顶 而是冲我扔了过来 我躲不开 马儿把我砸了个七魂八素 两人是双双倒在地上 这家伙够倒霉的 后背撞在我的手中的灭火器上 这时候 正在地上哀嚎打滚 说不定骨头都断了 我屁股着地 尾椎骨生疼 站起来都有些困难 人皮堂卡 可不管我伤得严不严重 大步向着我走来 这下倒好 没能把马儿救下 反而把自己送进虎口了 人皮堂卡走到我面前 伸手抓住我的领子 把我直接给提了起来 双脚离开地面 我心里凉了半截 暗道一声 完了 就在我准备任命的时候 忽然听到屋顶传来啪的一声 紧接着我眼前一黑 整个屋子陷入了黑暗之中 灯灭了 天无绝人之路 我把手伸进口袋 掏出了手电筒 慌乱地摁下开关 这一次 明亮的光柱再一次射了过来 我的心里祈祷一定要管用 光柱照在人皮堂卡的胸口上 原本色彩绚丽的神像 忽然变得乌黑 就好像夏天小孩子手握着放大镜 聚拢阳光照在白纸上 白纸燃烧前焦黑的模样 人皮堂卡张大了嘴 嘴中发出了尖锐的叫声 这声音绝非人声 更像是鬼的嚎叫 我感觉灵口一松 以为人皮堂卡要放手 谁知道他再次掐下了我 这一次 人皮堂卡掐的是我的脖子 我当即喘不上气 脸皮发紫 眼珠子更是有一种要爆出来的感觉 我用没拿着电筒的那只手 去扣人皮堂卡的手指头 压根扣不动 我想用脚去踹他 可身体悬空一点力气都使不上 照这样下去 我要么脖子先断 要么窒息 人在临死前有可能绝望 也有可能迸发出更大的勇气 我发了狠 把手中的手电筒 直接怼在了人皮堂卡的脸上 人皮中 鬼嚎声更加响亮 把我耳朵都震得发麻 人皮堂卡的脸 被手电筒的强光 罩着的皮都亮了起来 而在这光亮下 有一块黑斑越来越大 紧接着 黑斑上又烟冒了出来 我被掐着脖子没法呼吸 闻不到人皮焦糊的味道 等烟大了起来 出现了火光 人皮堂卡的脸上着起了火 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我把人皮堂卡的整个头部都烧着了 鬼嚎声戛然而止 我脖子一动 整个人掉在了地上 我捂着脖子大口喘气 人皮烧焦的臭味熏得我沸腾 缺氧时间太久 我脑子有些不清醒 眼前的火光都看得模糊 等我回过神来 人皮堂卡已经烧得只剩下了两条腿了 这时 有冰凉的水从头顶浇下 把我淋了个落汤机 刺耳的警报声响彻整个屋子 屋顶还有警报灯不停地闪烁着红灯 刚刚起的火触发了火灾警报 我把马二拉起 赶紧走 等一会儿人来了 就走不了了 马二捂着背 跑去把他那张断成两截的人皮弹卡拾了回来 我用力拉开门上的应急开关 门顺利地开了 我和马二跑了出去 藏在拐角的房间里 没多一会儿 几名保安就跑向了储存室 我稍微整理一下了衣着 有小少给我的胸盘 加上马二仍旧假扮着骑走 我们两人顺利地离开 回到了茶楼 首先要处理的就是病菌原珠 我不是医生 也不是生物专家 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马二用了最简单的方法 点了一堆火 把瓶子扔了进去 再厉害的病菌 也耐不住几百度的高温 我在火队里听到啪的一声 装病菌的玻璃瓶 被烤炸了 这一刻 我有了一种拯救世界的感觉 马二的人皮堂卡毁了 可他还要对付师兄牛大 我去殡仪馆找到寒暑 重新购买了一份人皮和阴血 把人皮堂卡修好了 当然生意归生意 成本费还是要的 马二拿着修不好的人皮 去找师兄了 没了人皮堂卡的牛大 自然斗不过有人皮堂卡的马二 马二把牛大怎么样了 我不清楚 后来听九叔提过几句 马二念在同门之情没有杀他 不知用了什么法子 让牛大再也没法子作恶了 搞定牛大后 马二依照约定 把人皮堂卡交给了我 我毫不犹豫地将人皮堂卡给烧了 免得这种邪恶再生祸害 马二套上了一国富的人皮 代替师兄 成为了富民生物科技的董事长 他要帮我老爹找到肾源 才可以卸任 人皮之事 暂且是解决了 但我与马二的故事 却还没有结束 当然 这是后话 因为华夏自古有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时也的传统 能够接受和愿意捐赠器官的病人十分稀少 哪怕一国富的身份 是国内数一数二生物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想要帮老爹找一个合适的肾源 也并不容易 好在父亲的身体 在医生的治疗下逐渐好转 虽然仍需要住院 但却已经没有了生命之忧 天气渐渐入秋 空气已经很凉了 我给老爹买了床新被褥 送去了医院 老爹气色不错 吃得香睡得好 心情也不错 还叮嘱我 要好好做生意 我怕二老担心 一直没告诉他们 我真正从事的事 老爸老妈 只以为我接手了表哥的茶楼 我让老爹放心养病 看病的钱 包在当儿子的身上 聊了两个小时 我看老爹有些困 盯着他好好吃饭吃药 准备离开 娘也起了身 儿啊 我送送你 我有些奇怪 往常娘都是不送我的 今儿这是怎么了 我本能地觉得 娘可能是有话要对我说 我心里一咯噔 该不会是爹的病情变坏了吧 他不敢当着老爹的面说 出了门 娘拉着我走了远些 儿 有件事 娘得跟你说 你爹 他换了主治医生 我咽下了一口水 心里紧张了起来 我愣了一下 拍了拍胸口 老爹之前的主治医生 姓赵 三十多岁 博士毕业 别看赵医生年纪不大 医术医德都是没得挑 给了我很多中肯的建议 老爹的病 就是在他的手中逐渐好转起来的 娘 赵医生呢 赵医生 说是要去省城的医院学习一年 今天是最后一天班 中午下班就不来了 人家赵医生 一直把你爹照顾得不错 儿啊 要不你去跟赵医生见个面 送送人家 我说行 这就去找赵医生 把娘送出病房 我去了赵医生的办公室 可是临近中午的关系 办公室里只有赵医生一个人 没有病患 赵医生正在收拾东西 见我来了 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我看快到饭点了 约赵医生一起吃饭 赵医生下午不来上班 没有拒绝 我找了一家不错的饭店 点了几道特色菜 赵医生不喝酒 只好以茶代酒 赵医生 这些日子 麻烦你照顾我爹了 赵医生摆摆手 应该的 是我的病人 我都会尽心尽力 吃了两口菜 赵医生跟我说 以我爹目前的情况来看 只要坚持保守治疗 能撑不短的时间 等到甚远找到了 就有救了 我对赵医生的诚恳 感激不尽 在老爹的治疗过程中 赵医生一直都是参照老爹的病情 做出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从来不会说 让医院多赚钱 开最贵的药 赵医生 您去省城学习 谁来接您的班呢 毕竟是接下来给老爹 看病的主治医生 我必须得上心才行 赵医生的脸上 露出了一个奇怪的表情 好似是厌恶即将 说出来的这个名字 我心里一个灯 难不成接班的医生 医术不行 赵医生 事关我老爹的治疗 您跟我好说说 赵医生估计是明白自己 刚刚的表情 让我误解了 他摆了白手解释道 接替我岗位的是个女医生 叫吴慧 是我读博士的同学 她的医术不错 能够读完医学博士的人 医术肯定是不会差的 我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接受茶馆这么久 我养成了茶颜观色的本事 我感觉赵医生话里有话 赵医生 你是不是跟这个吴医生 关系不合 赵医生没有隐瞒 我和他的有些矛盾 吴慧的性格比较冲动 好强 做事喜欢走极端 很多可以保守治疗的病例 他会坚持尝试一些 更激进的方法 有些 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有些 哎呀算了 到不同 我就不多评论了 赵医生没有就此注口 他忽然压低了声音 小林 有句话 我本不该告诉你的 不过 你还是注意的好 我赶紧凑上前去 支起了耳朵 赵医生 您说 无讳的 会收病人家属的红包 嗨 我哑口无言 没想到 赵医生要说的 会是这句 老爹刚送医院时 我给赵医生也送红包 被他义正言辞的拒绝了 我本以为是赵医生 在医院里不好收 等他下班时 在医院外又送了一次 赵医生仍旧不收 还义正言辞的告诉我 他拒绝收红包 这种不良的风气 即便我不送红包 他也会尽心尽力 我送红包 是对他的侮辱 事实证明 赵医生不仅 话说得漂亮 也说到做到了 我相信大部分的医生 都是正直的 但医生收红包的这种事情 也没少听说 所以赵医生 跟我说 吴医生收红包时 我一点也不吃惊 吃饱喝足 送走赵医生后 我去医院取了一万现金 包了一个大红包 三天后 我去看望老爹的时候 见到了吴慧医生 吴慧长得很漂亮 三十岁的女人 从头到脚 都散发着成熟的味道 吴慧不是知性类型的女人 她面色冷俊 不苟言笑 一看就是个强势的脾性 我等吴慧查完病房 在医院走廊拦住了她 吴医生你好 吴慧看了我一眼 伸手推了推 鼻梁上的黑矿眼镜 你是四十六号病床 病人的家属吧 四十六号病床上躺的 正是我的老爹 我是他儿子 吴医生 您下班后有空吗 我想请您吃饭 我怕吴医生不理解 故意把手揣进兜里 一个万块的大红包就在兜里 吴慧看到了我的动作 眼睛连眨了两下 我家旁边有个火锅店不错 刚好给你说说你爹的病情 我心里明白的透彻 吴慧这是理解了我的意思 吴慧下班后 知道我是打车过来的 说开车烧着我 我到停车场一看 它开的是一辆 红色的马自达CX-5 还是高配 估摸着得三十万左右 吴慧真挺富有的 上车后 我把红包从兜里掏了出来 吴医生 吴迪的病情您多多费心 这只是一点小意思 吴慧一句客套话没有 接过红包 捏了一下红包的厚度 塞进了自己的胯包中 你跟我回趟家 我有份资料给你看 资料 应该是和老爹的病情有关 我心里有些忐忑 之前赵医生说过 吴慧喜欢激进一些的治疗方案 难不成 吴慧开车拉着我到了一个中党小区 一进他的家门 我就被他家中的摆设吸引到了 客厅装修得十分现代 客厅的墙壁上贴着漂亮的墙纸 真皮沙发 五十寸的大彩垫 还有最新款的智能空调 就连地板砖也都是项目地板 我有些咋舌 沙发电器都是国际大牌 地板肯定也是价值不菲 算下来没个二十万还真装不下来 现在的医生都这么有钱的 在电视桌上摆着一个泥塑彩绘的财神 财神前面的香炉里填满了香灰 可见吴慧常常供奉 我有些奇怪 一般来说家里做生意的人 供奉财神的比较多 医生信奉的是科学 很少听说有人供奉神佛的 供奉财神自然是为了求财 吴慧的收入莫过于医院的工资和红包两部分 他求的是哪门自得财 莫不成他祈求财神爷 病人家属送的红包在厚一些 吴慧让我坐下 他去卧室里换身衣服 我没坐 这屋子里我随便转了转 客厅和餐厅是相连的 当我走到餐厅时发现有点不对劲 餐厅桌子实在是有些老旧 这是一张老旧的早木桌 桌面上有些发污的地方 是沁入的邮寄 可以看出 这张餐桌已经用了许多年 再看餐桌旁的椅子 确实新款 还是欧式饭的 和破旧的餐桌摆在一起十分别扭 难道是这餐桌对吴慧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装修时特意留下来的 再往厨房和刺窝看 家具并不信 尤其是厨房的抽油烟机 厚厚的一层油纸 不知道多久没有清洗了 我惊了 整个房子只翻修了客厅和半个餐厅 这未免也太面子工程了吧 吴慧的房子是三室两厅 其中被扬的小卧室 被他改成了书房 书房里有一个大书柜 上面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医学书籍 我扫了一眼 有个奇怪的发现 在书柜中 有一个格子是空的 一本书都没放 我凑近一看 格子上摆着一尊铜铲 铜铲只有三只脚 这叫三足铲 在古代传说中 三足铲是能口吐财宝的锐手 在书柜的下方 还摆放着一颗玉白菜 玉白菜 谐音是玉白财 也是招财的作用 财神 三足禅 玉白菜 这无粹到底是多渴望发财 第三十四集 我正准备离开书房 忽然发现书桌上除了玉白菜 还有一个红色的盒子 盒子不过巴掌大 吸引我的 是盒子上的金色花纹 这不是普通花纹 这是正宗的道家镇邪符文 我不是道士 之所以能认出镇邪符文 是因为我在音商秘籍中见过 这个符文 一般用来镇压邪性比较大的鹦鹉 难道盒子里装的是鹦鹉 我本不应该在没有得到 无悔的允许下 翻动它的东西 可强烈的好奇心 促使我打开了盒子 我小心翼翼地将盒盖打开 看到盒子里的东西 我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是一截手指头 准确地来说 是一截化成白骨的植骨 我心中闪出的第一个想法 是不是无会将医院里的标本 带回了家 可若是标本 应该泡在福尔玛林里才对 怎能放在绣有镇鞋符纹的盒子里呢 我仔细打量这截植骨 发现植骨的侧面有图案 我将盒子侧转 看清了图案 是一只伸手去抓元宝的小鬼 阴商秘籍中有一条记载 从我脑中闪过 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偷财鬼爪 这截鬼指是银雾 按照音箱秘籍中的记载 偷财鬼爪的出现 只会有一种情况 有些赌徒 先是赢了很多很多钱 又输得倾家荡产 在经历大喜大悲后自杀 因执念太深 留下了魂魄附在遗物中 宁城抓财小鬼的图案 遗物 变成了鹦雾 拿着这种鹦雾的人 若是去赌博 赢率会出奇地高 很快就会赚得盆满钵满 仿佛有一双看不清的鬼爪 偷偷将其他人的钱财 塞入了自己的口袋中 无讳有这件鹦雾 说明了一点 他赌博 主卧室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我赶紧把盒盖扣上 放回原位 吴慧走进书房 你怎么在这里 我有些心虚 急忙转移话题 随便看看 吴医生 你家里怎么只装修了一半 吴慧说话的语气很自然 钱不够呗 赚一笔 装一部分 等这个月发工资 我去买张新餐桌 我在心里暗想 怕不是等发工资 而是等赌博赚到钱吧 不过这是人家的私事 我当然不能乱说 吴慧不仅换了衣服 手中还多了一个文件夹 跟我来 有事情跟你说 我跟着吴慧走到了客厅 坐在沙发上 他把文件夹递给了我 掀开夹子 试一张告知书 我准备给病人 用最新式的治疗手段 给病人准备的最新治疗方案 听到这话 我心里使劲颤了一下 吴慧口中的病人 当然是指的我爹 赵医生临走前对我提醒 并非没有道理 正如他说的那样 吴慧喜欢 剑走偏锋 我咽了一下口水 吴医生 我爹的病 吴慧打断了我 林先生 我实话跟你说 你父亲能够找到 肾源的机会 微乎其微 某国每年肾源缺口 在一百万以上 得到肾源的病人 平均等待时间为六年 大部分病患移植的 是自己母亲的肾脏 以你父亲的年龄 你的奶奶应该已经过世了 即便高瘦 也过了做肾脏移植手术的年龄 你父亲不仅有糖尿病 还有尿毒症 按照保守治疗的方法 他能撑过两年 就算不错了 我当然知道吴医生说的很有道理 但由马尔伪装一国父帮忙 老爹的肾源不成问题 只是这件事不好明说 我只能继续听吴慧讲下去 吴慧伸出手 指了指我手中的告知书 我针对尿毒症患者 制定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案 目前已经通过了动物实验 效果不错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请你的父亲 参与我的研究 只要你签字 治疗过程中的费用 都会由医院支付 如果一切顺利 你父亲可以多活几年 若是能够等到肾源 甚至有机会痊愈 你觉得如何 我没有立即给出答复 而是反问了吴慧一句 在我父亲之前 有没有病人尝试过这种疗法 没有 吴慧顿了一下 你父亲将会是第一个 尝试这种新型疗法的人 林先生 你好好想一想 你父亲只剩下 不到两年的性命了 你真的忍心 他痛苦地死在病床上吗 只要你同意 你父亲就可以享受到 最先进的治疗方案 我问过你母亲 你们家庭经济状况 并不是很好 只要你同意 你父亲后续的治疗 你不需要再支付一分钱 我心中发寒 吴慧就像是一个 在我耳边轻吟的魔鬼 诱惑我牵下卖身器 但是我自己的卖身器 也就罢了 他要我卖的 是我老爹的性命 我反问道 风险呢 林先生 我在动物实验上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实施在人体上 有大概率会成功 我毫不犹豫地打乱了吴慧 那是我爹 我的情绪有些失控 吴慧这分明是把我老爹 给当成了实验的小白鼠 这让我如何能忍受 吴慧 语气有些冷 林先生 你要明白一件事 任何治疗手段 都是有风险的 我低头看了一眼 手中的告知书 在病人家属签字的上方 明明白白地写道 运用新型治疗方案的过程中 出现一切风险 由病人承担 主治医师和医院 不承受任何责任 真疼娘的霸王条款 我把告知书放在查几上 十分明确地告诉吴慧 我拒绝 还是请吴医生 继续采用保守治疗的方案吧 这场谈话不欢而散 吴慧看起来很不高兴 直接送客 离开吴慧的家后 我渐渐地气消了 回想起刚刚的谈话 我的确是冲动了些 我要是像九叔那样的老狐狸 喜怒哀乐不挂在脸上 就算是拒绝了吴慧 应该也不会把两人的关系 弄得太僵 我心里希望吴慧 看在我送了大红包的份上 别给我老爹穿小鞋 然而事实证明 我大错特错 三天后 娘给我打来电话 让我去医院一趟 赶到医院 我老爹正在睡觉 他的嘴唇发紫 面色也有些发暗 十分不对劲 三天前我来的时候 老爹气色明明好了 这又是怎么了 我赶紧把娘拉出了病房 娘 老爹这是怎么了 娘眼圈红了 伸手抹泪 这可把我吓坏了 难不成是老爹的病情又恶化了 娘 你赶紧说 娘告诉我 老爹的主治医师又患了 昨天的时候 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来告诉过他 老爹的主治医生患成了他 娘心里一百个不乐意 怕得罪新医生 不敢表现出来 准备等我下次来探望的时候 告诉我 谁知就在昨天晚上 老爹的病情忽然有了起伏 实习医生手忙脚乱应对了很长时间 这才让老爹平稳了下来 以前你爹 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赵医生 很快都能解决的 不用说 肯定是实习医生经验少 面对突发情况慌了神 我不是责怪实习医生 每个医生 都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 可老爹是重症病人 一个不小心 很可能会直接丧命 主治医生安排一个实习的 医院脱不了干系 更脱不了责任的 是吴慧 我敢肯定 这是吴慧对我拒绝他的报复 一想到昨天晚上老爹痛苦难眠 我压不住心中的火 气冲冲地跑到了吴慧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还有其他医生 我没有避讳 直接了当地问他 为什么要换我老爹的主治医生 吴慧看了我一眼 眼神里充满了嘲笑 他低头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给病人怎么看病 用哪个医生 是医院里做的决定 你要是觉得不妥 可以去办理出院手续 吴慧这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让我恨不得扇他两巴掌 我咬牙切齿地质问他 吴慧你收了我的红包 就这样办事的 听我这么说 周围的医生看向吴慧的眼神变了 吴慧终于抬起了头 你说给了我红包 证据呢 是别人看见了 还是你有录像 我是在吴慧车里给的红包 自然没人看到 给别人红包还要录像 那不叫求人办事 那叫威胁 吴慧一副吃定我的样子 你若是有证据 去医院投诉我 否则就是诽谤 他抓起电话 按了几个号码 保安 这里有人闹事 没多一会儿 两个保安冲了进来 一左一右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我心里充满了愤怒和屈辱 吴慧 你别后悔 继续留在吴慧的办公室 只能是自取其辱 我撂下一句狠话摔门而出 我不能让娘看到我这副样子 否则 她一定会担心 我坐在医院门外的台阶上 吹了半个时辰的北风 冷静了下来 我恨不得在 吴慧下班的路上 给她一砖头 但我也明白 义气用事对老爹的病情 没有一丁点的好处 我先去医院大厅的 医生信息公布栏 仔细查看了一下 肾内科的医生中除了吴慧 并没有其他的专家 剩下的几个医生 要么是资历不够 要么是实习医生 老爹得换医院 可现在这家医院 已经是安德最好的医院了 还能去哪儿 我十分发愁 犹豫了许久 给赵医生打去了电话 我只和赵医生吃过一顿饭 但我觉得 他是一个正直 充满职业责任感的人 赵医生 我以前是想请你帮忙 我把自己与吴慧的矛盾 以及老爹的现状 说给了赵医生听 小林 你没同意吴慧的 新治疗方案 是对的 我一直这几天才了解到 吴慧刚刚在国际上 发表了一篇 尿毒症 新治疗方案的论文 论文我读过了 针点很轻易 但可行 我不看好 说到这儿 赵医生没有继续往下讲 我也不省 知道他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什么 若是我签了字 老爹很可能会被治死 我恨不得冲回办公室 给吴慧两全 他这是根本不把老爹的命 当回事 小林 这样吧 你把老爷子送到上场来 我逆去做他的组织医疗 小丑这边的医疗条件 比安德好不少 只是 费用比较高 赵医生愿意继续给老爹治病 我高兴得不得了 至于钱的问题 我来想办法 当天下午 我就在办理了出院手续 安德到省城 有三个多小时的路程 老爹身体虚弱 坐车肯定不舒服 狠了狠心 花了三千块雇了救护车 直接送到赵医生所在的医院 我和赵医生见了面 他已经安排好了床位 很快就将老爹安顿好了 赵医生负责任的态度 让我很感动 赵医生不收红包 我想请他吃顿饭 可惜赵医生刚刚来省城医院报到 实在是太忙了 抽不出时间 赵医生让护士 把缴费单拿给了我 正如他电话说的那样 省城这边的治病费用 要高不少 老爹需要长期住院 我预存了五万块 我还要做茶馆的生意 手中总归需要留一笔钱 我在省城赔了三天床 回到安德 每每想到吴慧的所作所为 我心里忍不住生起了一团火 我并不打算自认倒霉 我要报复吴慧 几报吴慧收红包肯定是没有用 正如他说的那样 我没有证据 报复吴慧 要从其他方面下手 大半夜敲门棍是一个法子 但现在是法治社会 到处都有监控 我要是真下来手 恐怕得吃牢饭 而且现在严打一闹 说不定 我还能上一次新闻头条 我想到了吴慧家中的植骨 那是偷才鬼爪的鹦鹉 吴慧肯定经常赌博 他不是爱财想赢钱吗 我偏偏就让他输 想要让吴慧输钱 首先要知道他在哪赌博 我前些日子 在医院公告栏里看到 吴慧坐诊的日子 是每周一 三 五 如果他要赌博 肯定不是上班的时间 周二一大早 天蒙蒙亮 我就来到了 吴慧住的小区里 我在小区的奶茶店里坐着 紧紧地盯着大门 一直等到下午两点 才看到吴慧走了出来 他戴着口罩和帽子 但我仍旧一眼就认出了他 我悄悄跟在他身后 他走到出租车站牌 叫了一辆出租车 我也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 师父 跟进前面的车 出租车司机打量着我 同志 你这是做什么 再不开车 吴慧就走远了 我只好编了个理由 我媳妇去约乙汉子 我跟着不行吗 司机师父眼神当即就变了 同志您坐好 我保准跟不丢 吴慧乘坐的出租车 停在了安德郊区 车的前面是一片写着拆的平房宅院 我下车时 司机师父语重心长地说 同志 千万别冲动 杀人可是要坐牢的 我十分尴尬 赶紧结账跟了上去 吴慧进的宅院外 有一个胳膊纹着下山火的混混把门 我刚走过去 他就把我拦下来了 兄弟 看着面生啊 来干嘛呢 我心里紧张得厉害 脸上却保持着平静 朋友说这里能躲 过来玩玩 吴慧上下打量了我两眼 第一次来 得有人介绍 叫你朋友带你进去 还得熟人介绍才能进去 我从兜里逃出了三百块钱 塞到混混的手里 朋友出差了 兄弟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容易 总不能扭头回去吧 估计混混看我面相老实 不像是便衣 把三百块钱揣到兜里 便让开了路 进去吧 走进宅子 这才发现里面别有洞天 宅子里面有个很大的庭院 摆放着二十几张桌子 每个桌子旁边都围满着人 有摇骰子的 有打扑克的 还有玩麻将的 相当热闹 我有点佩服这赌场的老板 现在反赌形势紧张 他能开启这么大的赌场 人脉肯定是相当厉害 我扫了一圈 很快就找到了吴慧 他得跟人玩骰子 吴慧玩得十分专心 我走过去站在他身后 他都没有发觉 这桌子的规矩特别简单 参赌的人 每次下注三百块 压骰子点数的大小 盒子里面有四个骰子 超过三个骰子 在三点以下 算小 超过三个骰子 在三点以上 算大 如果两个骰子 三点以下 两个骰子 三点以上 算流盘 庄家通吃三分之一的赌注 我连着看了十几句 吴慧一直压小 有输有赢 照这么个玩法 就算大小参半 吴慧最终也会输给庄家不少 吴慧这么聪明 肯定不是来送钱的 果不其然 庄家连续摇出四次大之后 桌上周围大部分的人 把钱压在了小上 毕竟连续摇出五次大的概率 实在太低了 吴慧不一样 他反常地把钱压在了大上 如果他赢了 这局能赢不少钱 我盯着吴慧的动作 他在压住后 把手伸进了上衣口袋里 看口袋形状的变化 他似乎在摸着什么东西 我敢肯定 吴慧在口袋里摸的 是有偷才鬼爪的植骨 他果然是靠这个作弊 何官已经将骰子摇停 所有人都凑上钱去 眼睛睁得极大 眼球恨不得要偷出来 还有人攥进拳头 压低声一喊 小小小 突然间 我听见有一声细微的声音 像是有什么东西翻动了一下 要不是我的注意力都在桌子上 还真听不到 是骰子翻动的声音 无悔的音物起了作用 骰子自己翻动了 何官将盖子打开 露出了四枚骰子的点数 四四五一 大 一群人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而吴慧脸上则是喜气洋洋 他从何官手中接过赢的钱厚厚一落 估计都得有六七千 吴慧好像不准备在这玩了 站起身子 我急忙侧我身子 免得他回头看到我 过了一会儿 我悄悄去看 吴慧已经坐到旁边的一桌上了 第三十五集 这一桌就三个人 除了吴慧外 还有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男人面有富贵之相 手指上戴着一个金斑着 价值不菲 他面前的桌子上 新出的苹果疤 压着一路崭新 而另一个人 四十多岁 十分邋遢 不但满是头油 衣着 还皱粑粑 像是一个老混混 他在嘴角上有一颗大痣 从面相学上讲 这个位置乃是贪痣 不是贪吃 就是贪财 很明显三人是老相识 说说笑笑 若换个地方 别人或许会以为是老友聚会 三个人玩的是扑克 我不敢走太近 只能远远看着 从他们出牌来看 是在玩斗地主 这赌博的项目 还真是接地气呀 我盯了一个下午 一开始三人互有胜负 后来吴慧把手伸进了口袋里 摸了两下 排局的形势 就完全变了 吴慧的手牌 好得不得了 几乎每次都叫地主 还能轻松地获胜 有一次 他手中有两个炸弹 直接把赔率涨到了四倍 手上戴金戒指的男人 情绪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 似乎对他来说 输掉的都是小钱 堵直的心疼 可一旁的老混混 却像是话剧演员 脸上的表情精彩多了 他先是吃惊 随后咬牙切齿 紧接着脸色发黑 最后眼神都要冒出火 恨不得把吴慧 生死活泼 临近太阳落山 老混混已经输了好几万块 他使劲一拍桌子 懊恼地喊了一句 点呗 不玩了 说完 他起身就走 我不再管吴慧 跟着老混混往外走 赌场外绕过一个胡同 是一个大厂院 是赌场的停车厂 混混走到一个 车身吊梯的老款桑塔纳去 掏出车钥匙准备开门 等一下 我把老混混喊住了 他瞪了我一眼 干什么 我知道老混混 输钱心情不好 脸上堆起笑来 老哥别误会 我想打听点事 既然老混混脸色缓和了一些 我开口问道 老哥 刚刚和你一起玩的女人 是不是经常赢钱 听我打听的是无讳 老混混的脸色又难看了起来 那个四三八 前前后后赢了我好几万 我之前还怀疑他出老千 还找老板掉了肩口 看不出一点问题 老子就纳闷了 这娘们是不是天天吃了狗屎再来赌钱 你见过连着三把斗地主摸王炸的吗 一副牌仨人玩 其中一人同时摸到大小王 这叫王炸 从数学概率上讲 一把摸到王炸的概率是32% 连续三把摸到王炸的概率是3% 若不是我知道吴会做了弊 也只能认为他运气好 不说了不说了 以后再也不跟着娘们玩牌了 慧气 老混混准备开车门 被我拉住了 你又干嘛 老哥 你不想把输掉的钱赢回来吗 老混混用鼻子哼了一声 怎么不想 老子就是抱着这个想法 找吴会那娘们玩了三次 结果一次比一次惨 再和他打败 我非得输得倾家荡产不可 话虽这么说 可老混混明显是不服气 我心里想有戏 他越是不服气 越是好说的 我压低声音 我有办法让你赢的 听我这话 老混混眼睛亮了一下 真的 不是吹牛 当然不是吹的 若这点本事我都没有 哼 那也就别干阴伤了 我说现在天还没黑 去我那坐坐 老混混迟疑了一下 最后没忍住 能赢无惠的诱惑 答应了下来 他开车送我回家 路上聊天 我知道老混混的名字 叫王胡子 回到家 我让王胡子 先在屋里喝茶 自己去放音物的地下储藏室 储藏室的古董架子上 有两件音物 能帮王胡子赢钱 我衡量一下 把副作用较轻的音物取了下来 回到屋里 我先告诉王胡子 吴慧之所以能赢他 是因为他用音物做了弊 听完我的话 王胡子将信将疑 你是说 吴慧口袋里藏着一根手骨头 摸两下就能赢钱 没错 你不是觉得吴慧手气一直很好吗 那是植骨里的小鬼 偷偷帮他换了牌了 王胡子气坏了 他娘的 怪不得老子赢不了他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一定要揭发 说到这 王胡子忽然泄了气 小鬼换牌 说出去 谁信呢 我把从储藏室取出的音物 放在了王胡子的面前 这是一枚男士的银戒指 看起来十分普通 我让王胡子 下次去赌博的时候 把这枚银戒指戴在手上 王胡子好奇地问我 这是啥 这戒指不怎么值钱 表哥也没有命名 按照阴商密集里的说法 这叫公正戒 也叫抓牵戒 这枚戒指在成为鹰雾前 戴在一个和官的手上 这和官受了贿赂 赌局时 故意把好牌切到了雇主手里 帮雇主赢钱 他手法高超 做了好几年都没人发现 可马有尸体 人有尸首 他一次失误 被人当场抓住 恼怒的赌客 先是把两只手给砍了 然后再扔进海里喂鱼 和官死后 一魂一魄钻入戒指中 把戒指变成了鹰雾 这枚戒指专抓老千 和无惠的植骨刚好相克 有他在 任何灵异手段 在赌局中都用不成 听了我的讲解 王猴子把戒指拿在手里 仔细打量 过了一会儿 他瞪着眼睛问我 小子 你这戒指没什么稀奇的呀 你该不会是骗子吧 我问他 你见过骗子 把人带到自己家行骗吗 再说 我又没开口要钱 骗你什么 王猴子信了 不过 他还是有疑问 你不图钱 为什么要帮我 跟你一样 看无惠不顺眼 我不图钱 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说 我的要求很简单 等无惠再去赌场 他去哪个桌子 王猴子就得跟到哪个桌子 王猴子笑着问我 你这不是看无惠不顺眼 是跟他有仇吧 我没回答王猴子这个问题 而是告诉他 答应下来 戒指拿走 不答应就算了 王猴子很痛快地 他答应了下来 把戒指戴在中纸上 这戒指要是真管用 我保准让无惠把钱 都给偷出来 我提醒王猴子 抓千戒 只能阻止 无惠利用鹰雾出老千 并不能帮助王猴子赢钱 若是他赌计不惊 还是会输钱的 王猴子自信满满 你可以打听打听 论赌计 整个安德 没几个比得过王猴子的 把抓千戒 给了王猴子后 我一直忙于别的事情 毕竟老爹治病用的钱 更多了 我必须更用心地 经营茶馆 等了两周 我差点快要忘记 这事的时候 又看见王猴子了 他提着一个手提袋 在我家门口等着我 和上次见面不一样 王猴子身上 穿的是名牌衣服 我让王猴子进了门 他把屁股 往沙发上一坐 侃侃而谈 兄弟啊 你可真是帮了老哥大忙了 他眉飞色舞地跟我说 这两周 吴慧只要去赌场 我就坐在他旁边 他玩骰子 我玩骰子 他玩牌 我也玩牌 他打麻将 我也打麻将 老哥自从带了林老板 你给他戒指 吴慧就再也没有走过狗屎运 那是当人 我给王猴子的戒指 和吴慧的植骨 好似警察和小偷的关系 植骨中的小鬼 哪里敢放肆 吴慧可是输了不少钱 不光这个 我和别人玩的时候 有个憋三偷牌 我本来没看到 手上的戒指颤了一下 我就知道了 好一顿走 这个我不关系 知道吴慧输了钱 我心里十分畅快 王猴子把手提袋递给我 我把手接过 袋子还挺沉 什么东西 王猴子拍着胸脯说道 林老板 我王猴子是个 知恩图报的人 你帮我把吴慧赢去的钱 又赢了回来 我得谢谢你才行 我把手提袋打开 里面是两落钱 看着厚度 一落是一万块 我刚准备拒绝 王猴子赶紧摁住我的手 林老板 我王猴子是个 知恩图报的人 这钱你得收下 再说你是生意人 不能做赔本买卖 不吉利 就算是我花钱买 我买下了这枚戒指 这么说 我心里倒是能接手 虽说表哥当初收抓钱件 没花几个钱 但那也是成本啊 赔钱的买卖可不能干 而且老爹去了省城医院 正是用钱的时候 有钱不收 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我把钱收下了 王猴子和我唠了一会儿 就走了 过了大概一周的时间 一天早上 我起床 感觉头有些发沉 伸手一摸额头 滚烫 我一个单身狗 家人又不在身边 吃药硬撑 不太现实 干脆打车去医院 输了两瓶水 拔针时 烧已经退下来了 正准备离开医院 我忽然看到公事栏中 少了一个照片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 这个位置 原本贴的是吴慧的照片 吴慧离职了 医生不像其他职业 离职率比较低 我拉住一个小护士 吴慧医生呢 小护士看向四周 似乎是怕自己说的话 被别人听见 他见旁边没有人 才重新把头扭回来 你没听说吗 前两天啊 闹得沸沸扬扬的 我最近没怎么看新闻 难道发生什么大事了 小护士压低声音 吴慧医生 跳楼自杀了 跳楼 自杀 我大吃一惊 这是怎么回事 小护士把我拉到一旁 跟我解释 听说是吴慧医生 赌博输了不少钱 他不甘心 借了高利贷 谁知道越输越多 最后被追债的人堵了门 从自己家窗户跳了下去 我就知道这些 千万别说 是我告诉你的 领导 可是下了风口令的 我卸了小护士 走出了医院 回家的路上 我的精神 一直浑浑噩噩 我本以为 吴慧 被王胡子 赢回前后 会就此罢手 没想到 他竟然会做出 借高利贷 赌博的 这种愚蠢想法 是偷财鬼爪 但凡有鹦鹉 都会有副作用 偷财鬼爪 能让他赢钱 也会让他沉迷于赌博 他本是想报复一下 吴慧收钱不办事 从没想过 会因此害死他 吴慧的死 令我懊恼了许久 我本以为 这件事就会这么过去 谁知吴慧死后一周 王胡子又找来了 他仍旧坐在我家门口 但是和上次来时不大一样 王胡子身上的名牌衣服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我第一次在赌场见他时 穿的破旧衣服 他面带颓废之色 胡子拉叉 好似受到了什么打击 王胡子见到我立马起身 林老板 你怎么才回来 我就等你半天了 我心里生起了一丝警觉 这王胡子来找我 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你找我什么事 王胡子抓住我的胳膊 林老板 我知道你神通广大 你一定要帮帮我 王胡子声音很大 楼道里都是回音 我怕他吵到了邻居 赶紧开门 把他推进屋里 什么事 王胡子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我输钱了 我有些纳闷 王胡子不是自称赌气很厉害吗 怎么会输成这个样子 林老板 你不知道 我被赌场的老板给坑了 我给王胡子倒了杯水 让他慢慢说 原来这事 和我给他的抓签借有关 王胡子有了抓签借后 能够感觉到赌场中有谁在作弊 他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林老板 您不知道啊 赌场里不光有赌客出签 还有核官出签呢 核官出签 我有些吃惊 核官这个职业 必须要保证 绝对的公平 我给王胡子的抓签借 就是从作弊的核官的断手上摘下来的 我偷偷拍下核官出签的视频 找到了赌场老板 威胁他赔钱了事 否则就把视频公布于众 我问王胡子 你要赌场老板赔多少 一百万 这个王胡子真是失了智了 敢光明正大开赌场的人 肯定是个狠角色 他没报死街头 已经算是运气好了 然后呢 王胡子用力抓了抓自己 乱糟的头发 赌场老板告诉我 赔钱也可以 得按照赌场的规矩来 赌场的规矩 王胡子跟我解释 一百万都换成筹码 赌场出人和我赌博 从中午十二点玩到下午六点 结束时 我手中剩下多少筹码 就能拿走多少钱 我听明白了 赌场这么做 有机会将赔给王胡子的钱都赢回来 若是王胡子赌击厉害 反而还能多赢一些 当然 看王胡子现在狼狈的样子 肯定是输了 我没打断王胡子 让他继续往下讲 我接受了老板的提议 他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一个人 和我赌缩哈 缩哈 就是我们在电影赌圣赌侠赌神中 看到的赌牌规则 简单来说 这是一种比大小的玩法 只不过每次赌局 有五次下注机会 十分考验赌客的心理素质 你输了 王胡子点了点头 那人有点厉害 不出老千 还能一直赢我 玩完最后一把石 我手里还剩十六万的筹码 还能剩下十六万 也算是发财了呀 这王胡子应当是高兴才对 王胡子用力捶了两下自己的脑袋 十分懊恼 我当时不甘心 一百万变成十六万 提出再加一句 老板啊 痛快的就答应了 我抓到一把大白 铜花顺 而且是最大的铜花顺 当时把我激动坏了 不停的夹住 对方也一直跟着 压到最后一轮时 我手里没筹码了 按照赌场的规矩 压不起算数 我当时就以为自己稳赢 就 就 说到这里 王胡子 变成了王柯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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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